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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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這邊主要原因是老師很重要 然後接下來就是可能生活費也蠻吸引我的 還有天氣 對天氣對我在講是一個很大的考量 因為這邊就是跟台灣比較相近 對所以說最後我選擇來UT這邊念書 製作人念的學費是外地人念的一半 對所以說他有不同的獎學金 然後有一個叫做tuition waiver 然後就是像這裡的學生來這裡念的話 可能會有不同的資助 從學校的可能每個人有兩三個獎學金湊起來 然後加上tuition waiver 那可能付的錢會比較 會負擔會比較多一點 對那我是有 本身就有tuition waiver 還有兩個獎學金的產主 學費當然就是固定的開銷 然後另外再來就是生活費的方面 像UT我住的地方其實蠻方便的是 學校有提供校車 然後我住的這個路線上面也包括了有公車 所以在交通上面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我完全不需要去動到腦筋去思考怎麼辦 然後我住的地方剛好附近有個大超市 所以這個對於我來講是一個非常非常方便的 因為我可以三不五時就去那邊逛逛 然後買一下我的日常生活的東西 然後像我的房租一個月差不多是500 因為我住的地方它的房價是算比較便宜 而且我是住兩個人的 所以這個部分就比較省一點 到國外來念書第一個最大的困難當然就是語言 因為你全部的環境都會變成是一個英文的情況下 然後包括你的上課內容也都是變成英文 但是我覺得還不錯的是 因為我們以前大學就會用很多原文書 所以老師其實在專業性上面很多英文 或很多原文的概念已經跟我們提過 所以到這邊其實沒有太大的事情上面的困難 但是我覺得主要就是可能生活上面吧 因為你要重新開啟你一個人際關係 包括你的同學都是外國人 然後他們的上課方式也可能跟我們在台灣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們會跟老師比較多的互動 所以當你自己在一個課堂上面的時候 你需要自己去調適你的上課的一些心態 看起來會比我們叫做英文的 就這樣會比我們要做好 落發用好的 未來以後的工作考量 對我們來講就是樂團工作者 對 就是到各地各地的樂團 就是考他們的考試面試 另外一個就是最好的職業其實就是當老師 在學校裡面當老師 那這個就是也蠻困難的 其實不管怎麼樣其實對我們來講 其實每一件工作其實還蠻有挑戰性的 所以說當我們一踏出校門的時候 我們的真正的挑戰才剛開始 完成了